布拉 It's Feature Time 入住五星結晃店 跳島一日遊該如何規劃 機票交通又有什麼選擇呢 扎女牙齒事辦手禮 北季五天四夜遊 跟著美美一圓跳島去 Let's go 今天美美一圓要帶大家繼續 雨天四夜的北季旅程 上週與鯊魚共遊真的很刺激呢 還沒看過的朋友歡迎點選右上角觀看唷 這次北季的影片來到最後一集了 這集將分成四個部分 包含開箱五星級飯店 及必買辦手禮 當然還有美元是如何規劃其訂購跳桶行程的唷 話不多說先來看看五星級的五星級飯店吧 說到住宿 在北季可分成以上兩種 但美元一開始就決定不住離島 嗯?你說大家都去住離島欸 沒辦法 因為我們的班機是五去五回 實際只有三天半可以玩樂 不想花太多時間在移動上 而且也有準備了外島的一日遊行程 所以就沒關係啦 耍廢翻來賽攻 既然決定要在本島飯店享受 所幸就選擇入住西爾頓五星級大飯店 其實在斐濟有兩間西爾頓 另一間是偏度假村的那種 而美元選擇的是位於斐濟本島西部 丹納勞島的西爾頓 從機場搭計程車來到飯店 飯店所在的區域集結了眾多知名飯店 及大型購物商圈喔 在大廳辦完入住手續後 服務人員就會連行李帶人一起上高爾夫球車 哇嗚!是高爾夫球車耶! 耍廢計劃開始! 服務人員會一路介紹設施、餐廳、泳池時間等 這個高爾夫球車是free免費無限次搭乘的唷 除了在飯店區內的布拉布斯廳道外 在路上睡著也是會睡在的唷 我們的房間走路到大廳大約要10分鐘左右 來開箱房間啦 房間內有開放式的浴缸可以泡澡 為了環保飯店不主動提供牙刷牙膏唷 但真的忘了還是可以跟服務人員索取唷 洗髮乳、護衣乳、混髮乳、補衣 味道蠻香的但比較少泡泡 晚上來一瓶啤二日 泡澡就是送啊! 冰箱裡就有貴貴的斐滴水 嗯…喝起來更甜順口 落地窗外就是海 從陽台看出去的美景 雖然離海有點距離 但還是很美啦 從海邊看來就是這樣一直排 其中其實有那種自帶泳池的高級房 至於住起來怎麼樣呢 有交給各位體驗啦 日上完房間 再來就是飯店設施囉 在這裡有三座游泳池 每圓這次真的超級懶 除了一日遊行程包的餐 其他的通通都在希爾頓完成了 三間餐廳 一間小吃部 以及一間冰淇淋小店喔 除了冰淇淋沒吃到外 其他四間都有給他氣況買 露庫餐廳Bar 這間餐廳是每天吃早餐的地方 它就在最大的無邊境泳池旁邊 早餐種類算豐盛 除了自助的熟食、沙拉、果汁、水果及優格外 還可以跟服務員點咖啡、茶及各種免費現煮蛋喔 百分之百Feedsugar 它提供超多不同的糖 雖然我其實吃不太出來有哪裡不一樣 還有這台很特別的自動餅裸鬆餅製造冰 我自己取的啦 吃起來薄薄的 再泥上楓糖漿還是很可口的唷 但缺點就是等著有一點點酒 從室外用餐區向外看就是大海了 沙灘上也有可預約付費使用的浪漫竹關用餐區唷 泰式料理 裝潢很有泰國風 食物不單泰式料理 其實算是南洋混亞洲 但食物的味道是台灣人會喜歡的唷 HOLO高級Bar 超級推薦 可以的話一定要進去體驗喔 不一定要在餐廳用餐 在海邊喝點小酒就很美好了 是不是給它太美啊 普通通的陽傘加上白景的沙灘 天海一線美的冒泡啊 它有兩個泳池 一個比較淺水中還有糖椅 晚餐還有駐唱表演呢 非常有氣氛 餐點則是精緻小巧的 量不算很多 但算好吃的唷 再來分享一下交通的部分 如果想去附近的商圈購物的話 半店玩法商圈的環狀巴士布拉Bus 就非常方便喔 這個跟先前說的免費高負球車是不一樣的 布拉Bus是要收費的 好像是七元匪基幣 但是這是營日券喔 所以光光突然想回飯店上廁所也是不用擔心的啦 它是黃壯的 每十分鐘就會有一班 不用怕做錯戰喔 要搭乘的乘客先在飯店的商店購買營日券後 就到大廳等待 看到就上了就對了 整體來說西爾頓飯店算是很不錯的 到該面對現實的時候呢 美元在西爾頓共住了四碗 寒自助早餐四碗共計是 1254紐幣 以後美元在紐西蘭有好好的工作 機票 機票部分因美元是從紐西蘭出發的 所以選擇斐濟航空 斐濟南迪機場 環房紐西蘭基督城 機票是710億紐幣 和行李23公斤及機上餐點喔 從紐西蘭出發的遊客 還可以選擇紐西蘭航空唷 然而要從台灣飛往斐濟 好像沒有直飛的班機 都要轉機唷 斐濟該去哪些景點呢 該選擇哪些行程呢 來到斐濟怎麼可以不去外島踩點呢 正式就要推薦給大家一個很方便的網站 BOOP ME 這個網站不只可以訂購紐澳的行程 以及門票等 甚至還有斐濟專區喔 真的很好用呢 不時還可以找到優惠出效價喔 另外像是常見的K路 KKDAY也是很方便訂購的平台喔 非常推薦大家使用喔 斐濟的熱門經典 除了美元有趣的盧冰遜島之外 還有以下這些景點喔 非常天見大家都可以參考參考喔 至於鯊魚入門潛水 則是美元在另外一個網站訂購的 以上平台連結美元都會放在下面資訊欄唷 美元這趟的戰利品都是在飯店附近的碼頭購物商圈擺的 以下八項商品都是美元推推可以買的紀念品喔 第一個斐濟水 這個應該不用再介紹了吧 BBYE 喝起來有這種甘甜感呢 確定不是錯覺 各類斐濟感圖式 就是要買寫著I love BG 的衣服啊 可惜被議員阻止了 各類小廢物 各類貼冰箱及開瓶器等小物也是送禮自用兩箱一牙 不過要特別推薦一樣商品就是 等等咯 右邊那三瓶可是鯊魚牙齒的手鍊喔 店裡剩下最後的三瓶都被美美給包了 小姿勢 鯊魚的牙齒在醫生中會不斷的替換再生 有些鯊魚甚至會替換掉三種顆以上的牙齒喔 美麗之品 除了這個外還有各種租金也是超美的 可惜美元沒有買回來 食物推薦 食物的部分像是當地的零食餅乾 還有大家都說要喝喝看的肥忌Veer 但美元覺得更好喝的是海龜Veer 這個知名的商品美美只有買護手霜而已 這個知名的商品美美只有買護手霜而已 因為不便宜咧 它的每種品項都有超多款味道的喔 在店裡試聞聞到鼻子都快會定了 這麼多味道美美推薦的是 方石柳跟芒果的味道唷 烏金啾 這個也是斐季特產 但是因為美美沒有一定需要 所以就沒買了 其實是沒有Coco啦 不過美元在紐西蘭看到好像斐季賣得算便宜的呢 有興趣的可以參考看看喔 7元斐季幣 最後一樣雖然不是購買的 但也是個很不錯的紀念品喔 超級推 尤其是世界唯一的7元紙幣 發行7元紙幣是為了慶祝斐季在領約奧運的7人制橄欖球項目中贏了金牌 斐季就連硬幣也都是可愛的動物呢 是不是很值得收藏呀 以上就是美美一元推薦及購買的半手禮清單喔 好啦3級的斐季特輯就到這裡啦 別忘對大家有關注喔 最後不啊 It's 50 time 開始規劃你的斐季之旅吧 最後感謝大家的觀看 別忘了按讚訂閱支持我們唷 美美一元會再帶大家去哪玩呢 敬請期待 下次見啦 掰掰 請期待 請期待 請期待